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上华文课 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华文课本和你们的华文作业 我们准备上课了 华文课本 我们翻开第16页 我们再来读多一次 我们一起读 下一个诗 鸭子在水里有 鸭子在水里有 好 下一个诗 母母母母 母牛提供我们牛奶 母母母母 母牛提供我们牛奶 下一只动物是 咩咩咩咩咩咩 山羊在草地上吃草 咩咩咩咩 山羊在草地上吃草 好我们课本读好了 我们打开华文作业 我们翻开第16页 我们翻开第16页 上面呢我们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做下面的 读一读 读一读 把正确的句子打勾 我们来看第一题 羊住在树 羊住在树上 同学们 羊是住在树上的吗 不是 羊住在它的羊房里 是它是在草地上的 不是住在树上 所以不需要打勾 好我们看第二题 鸭子有两只脚 同学们鸭子有两只脚吗 对了鸭子有两只脚 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铅笔 把这里打勾 打勾好我们看下一题 母牛会提供我们牛奶 母牛会提供我们牛奶 是吗同学们 对 所以我们这里 打勾 我们看下一题 鸡会嘎嘎叫 鸡会嘎嘎叫吗同学们 嘎嘎叫是水 嘎嘎叫是鸭子 不是鸡 鸡是鸽 鸽叫 所以这一题不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勾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玩完课 就删到这里了 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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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